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其实不只是在这个禁止石油 要不要这个进口到美国的这个问题 他甚至想要提出来说 这个WTO的这个世界自由贸易组织的这个资格 要先取消 你就知道说美国其实有很多的工具 在准备对付俄罗斯 而是光是这一点他们就很难去抉择 因为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 都有人向这个拜登政府施压 那拜登其实我觉得他也蛮笨的 他自己美国国内也有页岩油这个武器啊 这是然后但是偏偏他现在 如果你要跟着进口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原油 你要把它做一个喊咖 那你要报复作为制裁 你现在制裁了俄罗斯的确是制裁很彻底 美国在所有国家当中制裁 他就占了21% 欧盟加英国是18% 你就知道说拜登现在如果你要用这一招 好已经140了 拜登没有要签啊 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签 所以就是已经130 140了 你到底要说紧 你要把你的通膨的问题解决 还是你要对付俄罗斯 你你现在你到底哪一个俗优俗先 俗先俗后 你要你要负责用哪一个 你的民调已经那么低了 所以拜登他现在是被美国这些议员压着走 然后美国又有这边两派的这个意见 不要说美国啦 我们台湾国内都受到影响 你看这礼拜一是不是开始大家汽油都上涨了 平均如果用一台车50公升来加的话 大家都超过200块 整个加完了之后 所以你看上礼拜六礼拜天我去加油的时候 加油在好多车 我不知道那个大使跟老师是否朋友 台湾都受到这种风吹草动连带效应的影响 更何况是美国啊 美国对于油价的上涨是特别特别有感的 因为开车的实在太多 你的油价上涨带动什么 你的运费 你的输送的整个费用 然后你的包括其他的这个相关的 那个进出口等等 那些物价全部都会跟着上涨 那你这个通膨完了 你拜登你想要再把这个数字给压下来 你不但压不下来又把它拉上去 那你自己美国的内需都搞不定 美国的经济都弄不起来 然后纳斯达克这个标普500 这些不断的倒穷 那些指数一旦一直下跌 我看这个就印证了 我一直常讲 商人1000 自损700 800 感觉现在就是在美国看到了 对所以他也不敢签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不敢签吗 介大使 他要考虑到这个是不是有那个反弹效 反错用力 对 俄罗斯的副总理讲的话也是实话 那俄罗斯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的 俄罗斯打仗的话需要什么 需要能源 需要食物 而且他可以卖给中国 他可以卖给中国大陆 那也不是你今天西方整个加钱 不是全世界所有的消耗油的总量 如果你是唯一的买主的话 那你就尽量制裁别人 现在美国没那个实力啦 美国这样一说出来 50个国家跟你跑 中间还有什么圣马逆落 还有什么安道尔 这国家你知道多小 我们台北是一个区都没有 你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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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50个国家有什么用 你的GDP总量没有那么大 你看RCEP RCEP那14个国家 15个国家 加起来他的GDP有多少 有几个跟着美国一起去制裁俄罗斯 除了澳洲以外 日本 没有啦 没有啦 所以这个世界很大 就是说 可是呢 你不但能 你是不是能够奏效 不知道 而且现在介大使 你看像其他的国家 你说跟不跟 不要跟俄罗斯进口石油 不要跟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油 我怎么受得了呢 所以不敢跟了吧 你看德国的态度就是 不停止进口 那就是要继续进口俄国的能源 德国的欧洲电力 这个工业生产 都很依赖俄罗斯能源 所以短期也不可能切断 跟俄罗斯的贸易联系 所以德国这边就打一个叉了 日本呢 日本的态度 你看他们的内阁官方长官 在记者会上回避了 到底要不要拒绝俄国石油的问题 他怎么说 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对俄国的制裁 也必须保护国家的利益 那么俄国的石油 其实占日本的市场是3.6% 天然气是占8.4% 那以这个比重来讲 大家会想说 3.6还好嘛 比重应该没有那么高啊 可是连这样子都不想要直接的回答 意思是我要好好的先打个盘算 先算一下到底这是 符不符合我们日本的国家利益 对不对 当然了3.6不是少数目 就是说从总量来上不少的 你一个整个的供给 你到3.6不少 3.6不少 不少你8.4的话 你把那个8.4的东西拿掉 我们台湾老是缺电 也不就缺那8.4% 对不对 你8.4你就会造成 整个的系统的大乱 所以其实日本人是很专业的 日本人是又算盘打得极心的 也很谨慎 他跟着你美国好 是我不要付代价 出一张嘴 你真的要他出血本 出钱 然后造成自己的混乱 还要更不要讲说出人命的话 日本人绝对不干的 那德国人是很直接的 我不跟了 德国要影响更大 你现在拿我的这个能源开玩笑 你消枝你还要不要干 你德国的这些大企业 你已经叫他这个什么 Volkswagen 什么这些B&W 那个Mercedes 不要卖俄罗斯 人家都已经很痛了 德国前三大企业 就是这些汽车业 是啊 你难道要这些厂商不赚钱赔钱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劳工把他们老板赶下来吗 这个都是很直接很切身的 所以美国现在这个做法 就是说美国 美国请客 别人买单 这做法我觉得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 而且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美国现在通膨已经10% 你还要玩到什么程度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刚刚靖平有讲 他说这个商人自己损伤8成 那同样的美国 刚才介大使讲日本是3点多 美国也有2.5%的石油是俄罗斯进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封锁 你国内是这个通货膨胀是一定起来 现在已经是在美国国内加油 已经超过4块钱一 gallon 就是往上一直在爬 还没到历史新高 但是已经很接近 往那个方向走了 那美国人最希望就是 马上过了这个spring break 到了5月 大家夏天要开车去出去旅游 这个好不容易解封了嘛 对不对 可是石油价格一下变那么贵 很凶哦 我自己在美国开车走过 而且美国还是 因为你开车一定要开大车才舒服 吃油吃得很凶哦 对 所以拜登现在面临的状况就说 如果我今天让这个 采取这个制裁就是或者说 这个杯葛俄罗斯的石油 我国内的通货膨胀会上来 但是呢又看到共和党全部要占 那然后民主党有一部分也愿意跟着走 那他现在就担心说 如果我今天我不采取主动 到时候我被国会牵着走 被迫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制裁 那所以他现在也在考虑哦 包括Saki Saki他这个发言人也讲 就是还在考虑当中 拜登也在想说要不要我先出手算了 免得这个 但是后果是要承担很大的通货膨胀的 这个可能性 所以这是他的挑战 全球脉动一手掌握 每天一小时不啰嗦 2022我们再冲一波 百万订阅尽速的达标 请教官动员点招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加入订阅 接力冲刺 头条开讲百万粉丝即将要诞生 请您按赞分享订阅 让全球的百万华人们 一起分享这份迷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